我以前特别喜欢看那些晚间的搞笑电视节目 像是Jimmy Camel Show之类的 因为话题又轻松又好笑 而且节目里面也经常会播放一些家庭里的恶搞视频 像是什么爸爸妈妈骗小孩说把他们的糖都吃光了 然后再看他们的反应 真的超级好笑 小孩的反应和可爱的同言同语 也都为电视台吸引了大批的粉丝 但是这个整个社会在逐渐左化 这么好笑轻松的节目也不再变得那么的单纯 主流媒体的假新闻以及左派的观点 也很快的就渗透了在这些娱乐搞笑的节目当中 在最近的一期The Tonight Show上面 主持人Jimmy Fallon采访的节目嘉宾就是前副总统拜登 在节目中他们就谈到了一个计划 叫做Build Back Better重建美好未来 这句话不仅仅是拜登在竞选的时候喊得响亮的口号 现在也已经是在11月19号由众议院以220票比213票通过的一项烧大钱的法案 这个法案原来说的是要花3.5万亿 后来经过谈判之后现在降到了2.2万亿 那么按照程序来说 众议院投票通过了之后 下面就要轮到参议院投票 参议院投票了之后就是交给总统 总统签字法案生效 那么对于这样一个计划 在最近几个月里面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 首先这个法案要花的钱就是一个天文数字 2.2万亿 大家都知道现在美国的经济是很紧张的 真的挤得出来这笔钱吗 那这笔钱到底要从哪来呢 他的这个说法其实跟之前是一模一样的 不管是白宫发言人Jen Psaki还是拜登 在对这个2.2万亿从哪来的这件事都相当的自信 他们说你不要听着这个数字那么高 2.2万亿听着怪吓人的 大家不用怕 其实我们一分钱都不用花 实际的支出是零 对手提到一个人的年生效 我们会购买 我们的购买 并不购买 Ass untere 我们都看错他了 其实他是一个人才 只要胡说八道几句 2.2万亿的钱都能让他说成是零 How does it work? 在刚才的视频里面 他基本大概提出了两点 第一点说的就是 年收入40万以下的人不会被涨税 换言之 年收入40万以上的 就会要为这样的法案付出金钱的代价 第二点他说 这个法案不会产生更多的财政赤字 如果想要不产生财政赤字 就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 那就是继续印更多的钞票 然后我们的通货膨胀就会更加的严重 如果要是这样的话 那么刚才他说的第一点就不成立了 因为通货膨胀东西就涨价了 你在消费的时候收银元 可不会因为你是年收入40万以下的人群 给你什么优惠 要涨价大家就一起涨嘛 通货膨胀的威力相信大家也都已经领教到了 我每次去加油的时候 在我所在的地区 现在平均每加轮的价格在4块5左右 这可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天文数字 去超市买点东西就会发现说 哎奇怪 为什么这些钱就只能买这么一点东西了 所有的东西都在涨价 吃的喝的用的 但是Nigi Nels的指甲油绝对不涨价 我以前其实对指甲油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 但是当我看到Nigi Nels偏光系列的指甲油时 我尘封已久的少女心居然活了过来 我不知道女生是不是都跟我一样 喜欢闪亮亮颜色好看又多彩的指甲油 Nigi Nels的偏光色真的让我联想到什么 极光啊星辰啊 爱美的女生还可以发挥自己的创意 创造出独一无二属于你自己样式的美甲 那Nigi Nels也是我用过的唯一一种 使用的无毒无害无动物测试的 Tenfree材质制制造而成 是目前指甲油行业中的天花板 请登陆网站NigiLA.com 来遇见你最心动的颜色吧 在结账的时候输入折扣码 AINews10就能够获得9折的优惠哦 拜登骗人骗的也太不走心了 2.2万亿你告诉我实际支出是零 其实都用通货膨胀的方式给找回来了 通货膨胀是最直接可以伤害到人民的一种方式 是伤害到你的餐桌的一种方式 而拜登也在不断的鼓吹说法案好处很多啊 比如说可以给我们增加很多的工作岗位啊 通过了之后将在前五年每一年都能提供230万个工作岗位 这听起来很棒对不对 可是问题是我们现在缺工作岗位吗 上周劳工部的职位空缺和劳动力流动调查发现 美国现在有1103万个职位空缺 这比正在找工作的人还多出来360万 有1103万个岗位耶 没有人去上班 你还要再花钱再去创造什么岗位 现在真正面临的问题是没有人要上班 而不是大家都想上班但是找不到工作 阿拉斯加的瓦西拉一家iHub发布了一个公告 他们在公告牌上写着 根据事实来看 因为拜登给出去太多免费的钱 所以再也没有人愿意工作了 所以我们就被迫要更改营业时间 如果吃过这家店的朋友你就会知道 这家店是24小时营业的 不管你什么时候去肯定都有东西吃 但是因为招不到人 所以就变成了周一到周五从早上七点到晚上五点 周末就变成早上七点到晚上十点 那其实呢这个告示也就是实话实说而已 因为我们看到全国都处于招工难的状态 很多人领的政府给的钱 比他自己上班挣的还多 那还上什么班啊 这是实打实的大实话 但是呢很多时候实话都是伤人的 是不能被人接受的 这家店的告示就彻底的激怒了拜登的支持者 你招不到工作跟我们灯灯有什么关系啊 不许说我们的灯灯 我们灯灯最棒棒 就是因为这家店说了一句大实话 推特上面马上就出了一个新的hashtag的话题 叫做boycott I have 抵制 I have 呼吁大家不要再去那里吃饭 因为从他们这样的行为我们就能看出来 这家店是支持川普的啊 why 他们只是说了实话而已呀 这样你怎么看出来他是支持川普的呢 这样分帮分派的扣帽子 这就是可以让左派非常爽的一个方式 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为了正义发声 成为了一个共同抵制坏企业的联盟 左派最常 左派最擅长的就是自己骗自己 什么事情都讲感觉 这是左派非常明显的一个特征 那一直以来呢 在运动比赛里面都是男的跟男的比 女的跟女的比 连小学的运动会也是这样 但是自从来了一群凭感觉的人之后 这一切都乱套了 B.C.法尼亚的女子运动队 来了一名新成员 她的出现不仅打破了记录 还领先了第二名38秒之久 因为她是一个男人 叫做Laya Thomas Well, controversy at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where a transgender swimmer is smashing records in the U.S. women's competition Laya Thomas who competed as a man as recently as 2019 finishing one race a full 38 seconds ahead of the closest rival Outkick founder Clay Travis turns us right now with reaction Where would you like to start on this Clay? Well, I think it's important to point out that this swimmer was for three years a member of the men's swimming team and was downright really good so this swimmer trained entire life as a male swimmer dominated and then takes a year off and comes back as a women's swimmer 对,就是这样一个 一直在专业游泳队训练的男生 跑去跟女生比赛了 这个38秒的差距 是男人和女人身体力量的生理差距 是不能通过训练达到的 所以在这个男生用夸张的成绩 赢了比赛之后 游泳队里的女生抱头痛哭 因为他们知道 这个男生的出现 迫使他们必须要做万年老二 他的存在就是宣告 女子游泳的终结 因为他打破的记录 就只可能等下一个男人 才有可能打破 女子的比赛就彻底消失 只剩下一种比赛 那就是男子比赛 那这个Laya Thomas 现在到底变性变得咋样了呢 她说她自己是变性人嘛 所以才能跟女人一起比赛啊 那我们下面就来看一看 她到底变得像不像女人了 Welcome to the Swim Swam Podcast I'm your host Coleman Hodges Joining me today is Leah Thomas She is a swimmer on the Penn Women's Swim Team Leah, how are you doing today? Hi, I'm good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So I, you know, continued to train and then competed as much as I felt comfortable but being in the sort of early stages of transition it was a very awkward experience of basically being a woman competing in a men's meet was uncomfortable and so I didn't compete that much and then in the summer of 2020 after I had completed my one year of testosterone replacement sorry, testosterone suppression under HRT following the NCAA guidelines I submitted all of my medical work that I had been collecting for the past year of hormone tests and medical notes from my doctor and sent all that into the NCAA and they approved everything and I was clear to compete on the women's team 这哪来的大小伙子呀 就这样也能进女子运动队 夸张的事情在这个世界上 真的是一点也不少 自从最高法院听取了 密西西比州的堕胎法之后 支持堕胎的团体就坐不住了 因为他们太害怕 借着这一次的机会 就把支持堕胎的Rovie Wade给推翻 于是他们采取了积极的行动 你们现在很多州不是陆续的推出堕胎法 限制多少个月以上就不让堕胎了吗 没关系 想要堕胎的女性 加州是你们坚实的后盾 由加州州长Gavin Newsom发起的 加州未来堕胎委员会 发布了一份包含45条建议的清单 其中一些将被纳入到明年的加州预算提案当中 Gavin Newsom说 加州将成为一个避难所 会寻找各种方法来支持外州的人来到加州堕胎 加州现在已经通过医疗补助的计划 来根据收入水平为居民提供堕胎的费用 但是在这个新的提案里面 不光是给加州人提供费用 就连那些外州的想要堕胎的妇女 也为他们提供来加州的路费 住宿费以及堕胎的费用 报告指出 如果Rofi为这个堕胎法被禁止的话 那么最起码有26个州会禁止堕胎 到那个时候 加州就很有可能总共要接待 140万个堕胎的妇女 比原来加州堕胎的人数 增加了将近百分之三千 那这些人来加州包路费 包住宿还要包杀人 花的这些钱都是我们交的纳税金 在加州这片土地上 无辜人的血将流的不尽其数 那些被杀死的小身体将会被卖掉 让中间人又大捞一笔 这样诱读的法案是现在的加州州长全力支持的 让我们从所谓的自由中 看到人性最丑恶的一面 仇恶的事情还有很多 但是这些是需要我们一起来努力来做的 有很多的孩子在小的时候就被人偷走 骗走 被人贩子卖掉 经历无数他们的年龄不应该知道 也不应该承受的折磨和虐待 现在有很多的救援组织在一线积极的救援 这些被伤害的孩子 但是他们被救回来之后 要如何回归社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在年龄那么小的时候就经历性虐待 会造成他们精神方面以及身体方面严重的疾病 My ID是一家保守派基督徒的企业 一直致力于帮助这些受伤的孩子回归到正常的生活当中 为他们做治疗 心理辅导 以及给他们传福音 让耶稣来亲自的帮助他们 医治他们 My ID这家公司生产面膜以及眼膜等护肤用品 全球独家采用神秘果提取的精华 适用于所有的皮肤类型 让你的皮肤回到最好的状态 做好皮肤深层清洁之后 使用一片就能够达到最佳的效果 每一份面膜的纯利润都会用来帮助这些孩子重建治疗 其中的一部分也会帮助到我们的施工 现在就登陆网站来选购 在这里AI news也给大家带来好康 只要购买面膜套组的话 就会送一套价值25美元的眼膜一盒 那要怎么获得呢 你把面膜套组收到购物车之后 你再把眼膜也放到购物车里 在结账的页面上输入折扣码 大写的AI news 打进去之后 你就会发现眼膜的价格显示零 这样就是成功了 你就可以获得一份免费的眼膜 那么谢谢大家一直关注和喜爱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施工也非常需要您的帮助 欢迎点击信息栏中的链接来加入我们的会员 为我们买一杯咖啡 会员礼品现在正在筹备中 不久之后就会和大家见面了 感谢您的收看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全部的内容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